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在了草地上 然后被迫转型做了书商 当然做书的生意还挺有意思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并不会给你们一个科班的系统的一个报告 我会和大家讨论我过去十年 从事应该有十几年了 从97年开始写东西 过去十四年来写作出版对于文学的一些观察和思考 在问大家问我问题之前 我会先问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文学是什么 这是第一部分 我会提出问题 我想让大家来思考文学是什么 我有我自己的答案 但我要在讲两段历史之后才会抛出我的答案 因为这个东西我刚才讲过了 我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 我的答案纯粹是基于自己的写作和阅读和工作的实践 所以第二大部分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过去六十年 过去六十年的媒介的历史 第三个部分呢 会讲过去十年网络文学的历史 然后第四个问题会讨论到文润文学是什么 然后第五个部分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证明我的理论是能够自圆其说的 我们来看一看从一九四九年以来 中国的文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 在研究文化的变迁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主题 就是媒介的演变 因为你可以从任何一条线 通绘画 艺术 人的行为 服装 建筑 来描述过去六十年 时间或者说文化的变迁 但最最有意思的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 或者说一个写作者 我感兴趣到是媒介的变化 也就是说 它的传载的途径 其实对于传载的内容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 中国第一大的媒体是新华社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因为经历了漫长的战乱 从北伐 然后到国共合作 到抗日战争 再到解放战争 在战乱的时候 我们都看过那个红颜 就是共产党搞地下宣传 这个报馆也是经常被查封的 而居无定所 所以比较有效的传播方式 就是电台 我们看这个谍战片 包括风声 还有这个 就是卖家写的这些东西 都是围绕着密码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 是分两个地区 你这里的报纸 是发行不到那边去的 所以你是没法通过报纸 来达到宣传的目的的 大部分都是隔空喊话 都是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时候 那时候我不知道 是不是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总之是通过声音 这边也在听那边的声音 那边也在对这边做宣传 这个广播电台 是决定了文字的风格的 我们学过一篇课文 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这个课文 就是《别了司徒雷登》 是毛泽东的名片 但毛泽东的文字风格 它的核心就是广播稿 他写东西的时候 潜意识里是为了读出来的 所以《别了司徒雷登》 结尾的时候 原话是说 司徒雷登走了 白皮书来了 很好 很好 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从语法上来讲 为什么要说两次很好呢 就很好看是一个挺普通的词 为什么要重复两次呢 是为了读的时候 有更好的效果 因为我后来在一个电影里面 恰好听到那个 就是当时的这个场景的这个重现吧 然后我就比较一下 说如果他读一遍很好 确实就没有两遍很好 那么流畅自然 所以毛的很多著作 你去看的时候 你不觉得好 但是你放声读出来 他有一个韵律 他有一个异扬顿挫的这个语调在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就是这个口语化 一直到1987年的时候 你想那个时候我们听宋世雄的这个解说 我那时候城里人已经很少听 只有老头才会抱着一个这个收音机 一般人都是看电视了 但当时的排序呢 还是说这个各位什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向大家现场直播 第十一家亚议会的开幕式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排序 是在电视台之前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革命文章 它的语调是按照广播稿来写的 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因为你们会看到 在梅记的演变里面 小说或者文学 它的命运是注定的 就是文学八十年代是文学的狂热 为什么到九十年代 就文学就没落了 为什么到二十一世纪会出现网络文学 实际上是一个媒介的演变的历史 也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呢 我觉得是一个广播的阶段 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战斗奇闻 就是你跟我喊话 我来讨伐你 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 然后呢 进入到了一个报纸的一个时代 从我想大概一九五几年吧 就那个时候 就是什么三反五反土改 这些都完成了 基本上政局很稳定了 不再是一个流民社会了 大家都有固定的居所 房子也都分下来 有门牌号 党政机关 反正这个也进行过整顿了 开始订报纸 从一九五几年开始 那一直到整个的文革 可以说 这个时候中国进入到报纸的时代 什么五一六通知 然后就是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 然后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 光明日报的复刊 到底是谁来编 这个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到一直到一九七几年 报纸是中国文化的第一媒体 它接替了以前广播的位置 就是人民日报 接过了中文人民广播电台的位置 成为第一媒体 那再下一个十年 是知识分子经常怀念的 辉煌的八十年代 这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零年吧 只有在这十年或者十二年里面 是属于图书和杂志的黄金年代 文学的狂热 上个世纪所谓文学的高峰 也仅仅是在这大概十年时间里面 形成了一个梯队 最高的就是毛泽文学奖 大概是一九八一年 然后呢 那时候的这个四大名单 是不是指收获 十月当代 还有谁 花城 大概是这些文学刊物 也是在八十年代创立 并且流行 十年以后 到了一九九零年的时候 第一媒体再次易主 就不是图书和杂志的时代了 变成了电视机为王的时代 这里面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电视要取代纸 成为第一媒体 依赖于两个前提 第一个是硬件 硬件是家家户户得有电视机 那电视机 可能最早呢 是五十年代 就有北京电视台 然后那个王光美 他们家里就开始看电视了 然后大部分的家庭呢 可能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也都有了这个电视机 真正的电视普及 是在一九八八年 因为一九八八年 中国经历了 那时候都还不知道 什么叫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经历了 可以说有史以来 最最最最著名的一次通货膨胀 就是因为买彩电引起的 在八八年的时候 最有名的中国企业 就是就是长虹 四川长虹 然后深圳康家 然后还有什么TCL 我们家也是在那个时候 把一个 我想17寸的黑白 换成了20寸 21寸的彩电 也就是1988年的时候 因为彩色显像管技术的 在城镇的家庭 完成了家家户户的 就是黑白到彩色的硬件革命 并且因为买彩电 通宵排队 抢购 导致中国经济 产生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这是 这是条件一 第二个条件 是说要有内容 要改变大家读书的习惯 变成看电视的习惯 必须在硬件上面要跑内容 所以我们在看电视的发展史的时候 大部分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节目 都是在90年前后有的 一个是说体育节目 然后92年是第一次直播奥运会 在1990年的时候 是有节目 电视剧的收视率到95%的 因为那个电视剧叫《渴望》 万人空向 到晚上七八点 晚上八点钟 所有的中国电视 都在放一个 一个节目 就是《渴望》 《好人一生平安》 是它的主题歌 这个歌流行了不止一两年 在整个90年代 《好人一生平安》 都是非常流行的一个 那个女主角叫刘慧芳 她的演员 似乎演这么一个戏就足够了 有了这种 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 这种肥皂剧 这个时候就齐活了 家家有了彩电 电视上有东西看了 有新闻评论 有现场直播的体育节目 然后还有肥皂剧 所以我曾经说 我说王硕是 大家在缅怀 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王硕是作家队伍的掘墓人 因为他写了《渴望》 然后又写了一系列的 这个室内情景喜剧 在九零年的时候 因为有了硬件的革命 因为有了充足的电视内容 大家就不要去图书馆借书了 大家开始有电视看了 所以所谓文学的衰败 是跟电视的普及 是直接的果因关系 就是电视普及是因 文学的衰败是果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关于小说疑死 文学末路 然后这样的话题 是非常流行的 文学的尾因 大概在九三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现在还能做 做这个百八十个 不耐烦的文艺青年 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如果是八十年代的时候 诗社文学社在大学里 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那九十年代 就是这个八零年代的文学狂热 大概延续到九三年 延续到九三年 是因为在九二年的时候 出了王小波 然后出了二月和 就是出现了一些异类 就是在八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截止到苏同于华他们 截止到这个先锋派 文学的狂热就已经在下降了 但是呢 在九零到九三年之间 出现了几个不是那么先锋的 但是很清新的几个大作家 这些作家就包括写历史的二月和 这个雍正王朝 以前是没有人 就是写这么扎实的 这么好看的东西的 然后呢 有这个于秋雨 除了拯救了中国的散文 所以我是 就是很推崇于秋雨的 就跟我推崇郭敬明一样 因为我觉得于秋雨的确是拯救了散文 就跟郭敬明是拯救了青少年的阅读传统 如果没有你们的师哥郭敬明 那有多少小孩就不读书了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文化英雄了 那九二 大概在九二年 于秋雨出版了文化苦旅 那九三年是因为出了黄色小说 是白鹿园和费都 是两个我们陕西人 号称陕军东征 出了两个很黄的小说 很多人都要求我说 能不能把里面的空格给补上 所以就是说文学的狂热到了九三年以后 基本上是每下愈况每况愈下 反正是 那九十年代最强的作家是谁呢 我刚才说了 因为第一媒体的变革 最强的作家就是赵忠祥和倪平 我有一个详实的资料 赵忠祥的那一书叫 《岁月随想》吧大概 据说当时是 就是卖掉了两百万本 然后因为做其他活动 又送了一百万本 所以是超过了 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作家 另外呢 这个杨兰的平海临峰 然后包括甚至到尾期的 这个白鹽松的痛病快乐者 这个倪平的什么日子还是月子 都是百万以上的 这个巨型畅销书 就是这些央视的主持人 变成了中国的最畅销的作家 那第三个流派 在九十年代 畅销书就是三分天下了 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出现的几个作家 另外就是 那个主流的是央视主持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跟九十年代 是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的一个时代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是用余华在兄弟里说 说过去我们经历的三十年 是欧洲中世纪四百年的历史 但真正变化大 是九十年代 就上个世界 因为九十年代 前面是稳步改革嘛 大家读读书八十年代 搞搞什么双轨制 然后做点小生意 还是很谨慎的 到九二 邓公南巡之后说 到处 我看邓公讲话就是 搞得快一点 搞得大一点 不管黑猫白猫 招老鼠就好 摸石头过河 所以有邓在九二年 电电的机调之后 整个九十年代 中国经济 包括中国的文化 甚至有人说 它是沦丧十年 就是军队走私 然后各地开妓院 基本上都是 中国人的性观念的开放 都是九十年代 拜那个时候所赐 所以九十年代 第三个畅销书的浪床 就是当时的社会思潮 比如说性开放的结果 就会出现未惠绵绵 然后比如说 就会出现 畅销书叫绝对隐私 比如说因为 真正打开国门之后 就会出现 中国可以说不 这样的愤青图书 包括那时候 打开国门之后 更多的人 有中美交流 然后说原来还有哈佛 就出现了哈佛女孩 刘亦廷 所以九十年代的畅销书 分社会思潮 作家和央视主持人 但我想这一段 是想说明 人是 就是作家的命运 在有了电视之后 就是注定的了 那 这个 实际上这是我要讲的 从 这是第二大部分 从广播电台 到报纸 再到八十年代的图书和杂志 再到九十年代的电视 电视当了十年的皇帝 但是他不能长期的 来当这个第一媒体 所以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 或者说准确的说应该是 九九年 是中国互联网的元年 出现了能够颠覆 这个电视的一个新的媒体 就是互联网 那么我们过去十年 所有的文学的 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 普及 都跟互联网密切相关 在我们说 进入到第三个 这个环节 就过去十年的 这个文学史的时候 我先回顾了 过去五十年的媒介史 但在媒介史里面 其实 你是能看到一个 均匀的进化论的 就是从解放前 这个中共定了 这个鲁锅毛巴老巢 到解放以后 他是有一个辈分的 是不是先开始是这个 赵树礼吧 应该是写 什么柳青 赵树礼 就这些写图改的 是建国以后的 这个第一波 第一波 然后再下来 就是文革的时候 这个浩然 然后反正文革时期 因为大家都不让写 但据说浩然是 就十年里面 唯一的作家 虽然我现在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他 那第三个就是到了 到了这个 五主题变奏曲 到了寻根 伤痕 知青 到了就是76到80 刘新武 组织部来了年轻人 不 刘新武是那个什么 乔厂长 然后呢 到这个王蒙 所以说这是再下一波 就是文革以后的一代作家 当然到80年代的时候 就会出现现在的那些主流 苏同 于华 王安逸 他们大概在85年前后出来 然后呢 再下一波呢 就是到了 就我说 二月和王小波 于秋雨 就他们是 可以说是第四代 就建国以后 大致是分这么几代 按理说 他就是这些出现的年代 和他们的年龄 是匹配的 到了一定的岁数 就该讲到头角 那于华 苏同 他们应该是63年左右 出生的这么一帮人 那轮到我们70年代 按理说在90年代 该上位了 该抢班夺权了 该接班了 但我说了 因为有电视出现 就文学已经out了 就大家不要那什么 所以这帮人就一直没出来 就是70年代的作家 包括 这个毕飞宇 然后 寒冬 秋华洞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已经排在渔华 他们后面 要 要这个 这个 降临舞台了 但是他们被耽误了 他们没有 就其实要晚了很久 或者始终没有达到 前面的那些人的声望 那些人的知名度 我就说因为 他们被媒介的演化 被文学的衰败给阻隔了 好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